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赚明 记忆给大家播讲漫谈美国史 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 那么很多人会想 说排华法案通过之后 那么这些反华势力 是不是就觉得打工搞成了呢 行人恰恰相反 在排华法案通过之后不久 这些反华势力 居然就开始 对这个法案表达不满 那么一些批评的人就认为 这个排华法案 根本没有达到实际的效果 没有办法阻止华人劳工 通过先进入第三国 然后从那里进入美国的错法 他们说 有的华人劳工 以商人和旅行者的身份进入美国 他们指责法庭的法官 对商人和旅游者的定义过于广泛 而且呢 通过欺骗和做假证的方法 仍然有大批的华人进入美国 从历史资料来看 这样的批评 根本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 根据旧金山记事报 上面公布的海关统计数字 那么这份报纸呢 是当时加州反华的主力报纸之一 那么数字显示 由于排华法案的影响 华人进入美国的人数 有急剧下降的现象 1882年前 每个月平均有1500名华人 从旧金山入境 到了1883年 每个月入境的人数只有66人了 对华人采用欺骗和假证的指责 也是一种夸张 一个海关机场 就向财政部报告 说尽管可能会有几个 没有资格入境的华人进入美国 但是法案的主要目标 已经达到了 华人劳工的大量入境 已经被阻止 可是尽管事实如此 社会上反华舆论 还是充满了怀怀 并且在国会得到了声援 他们在国会的代表 提出了一个法案 目的是完善排华的机器 不要从美国的海岸上 排斥从任何一个 和所有外国港口来的华人劳工 那么这个法案 在两个院就以压倒性的赞成票 获得了通过 众议院是184票对13票 参议院是43票对12票 这个法案在1884年7月4日 美国独立纪念日的时候 成为了法律 被称之为1884年排华法案 它把1882年的排华法案 从15条增加到17条 规定如果发现船主 把华人偷运进美国 按照人数 每人罚50美金以下的罚款 而处以一年以下的徒刑 但尽管如此 反华势力的胃口 却是越来越大 这个新的法案 仍然很难让他们满意 他们不满排华法案 在一些方面含糊不清 也对执行效果感到怀疑 一份当时的纽约报纸 就列举了 实行排华法案的困难 比如说 华人制造假的证件 欺骗 做伪证 编定偷渡 法庭不予配合等等 这份报纸声称 1880年的中美条约 和1882年排华法案 所涉及的限制 已经被证明是失败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 一些华人 确实用过境 或者是非限制人士等理由 回避了排华法案的限制 一些人呢 也的确是使用了假证件 或者购买了回美证 进入美国 而另外一些人呢 被法庭 以人身保护令的方式 得到了解放 还有一些官员 被金钱收买 偷偷的发证件给华人 当时有一位 负责管理证件的重要职员 就曾经遭到了怀疑和调查 因为他的奢侈的生活方式 很明显 和他的工资收入不相配 财政部暗中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 有225张回美证 不知去向 这些证件 据说出现在了香港的黑市上 一张回美证 价值是80到200美金不到 但是由于没有实际的证据 来指控这位职员 所以财政部呢 只好将他调离 这个职员自己宣布辞职 但是尽管有这些例子 但是说排华法案完全失败 这完全是夸大其次 在一定事实的基础上 进行大幅度的夸张 这一直是反华运动 所使用的策略 统计数字被故意的曲解 或者修改 偷换概念 这都是反华势力 经常使用的伎俩 比如说 有一家报纸 他就声称 从1852年到1882年 每年华人入境的人数 平均是8772人 到了1882年到1887年 每年华人入境的人数 平均是7462人 根据这两个数字 这个报纸就得出了结论 说排华法案 在阻止华人入境方面 没有起多大作用 但是这份报纸并没有指出 1882年之后 入境的华人里 很多是短期离境之后 又回美的 那些从来没有到过美国的华人 在这些入境人数里 只占非常少的一部分 根据美国政府 后来在1910年公布的海关统计资料 从1884年到1888年 五年之中 每年平均只有75名 华人新移民 被接纳进入美国 1884年是279人 1885年22人 1886年40人 1887年10人 1888年26人 因为这些数字 来自美国政府很多年之后 编的一份研究报告 所以可信度比较高 很明显 排华法案 将华人拒之门外 而且呢 当时的一份加州报纸 也曾经披露了真实的情况 在他的报道中写道 从1882年8月5日 到1886年1月1日期间 一共有40221名美国华人 离开美国 前往中国 同一期间呢 只有18703名华人 回到了美国 离境的华人 要比再入境的华人 多2万人 可就在这份报纸 报道这个事实之后不久 这份报纸 又进行了 自相矛盾的报道 他说 1882年1月1日 到1886年1月1日时间 入境华人人数 要比离境华人人数 多出了14万多人 这种经不起推敲 前后矛盾的说法 在当时比比皆是 不过当时 关于华人入境的复杂性 也反映了华人 对歧视的抗争 大多数入境华人 都是经过司法手续的 他们往往是经过 法庭的干预和审讯之后 确认了他们的身份 而得以进入美国 美国的司法部门 自称体系 不受行政部门的管辖 这是为了防止行政部门 滥用职权 侵犯个人的权益 当行政部门 无视华人的权利 一心要把他们 赶出美国的时候 还要经过 司法部门这个关卡 从1882年开始 当华人申请入境 被拒绝之后 他们通用的手段 就是向联邦法庭 申请人身保护令 法庭接到申请之后 召集各方听取案情 如果法官认为 申请人有理由 要求法庭审讯 法庭就会发出 人身保护令 暂停遣返程序 以便法庭对案件 进行调查和审理 由于大部分案件 都是移民官员 无视生非和故意刁难 所以在人身保护令上 华人成功率非常高 根据一篇报道 1882年和1886年的 这四年间 一共有1684名华人 在被拒绝入境之后 向法庭提出了 人身保护令的请求 这些人中 有1420人 也就是84%的申请者 得到了法庭的入境许可 不管是不是因为 法官同情华人 但这些入境的华人 毕竟是经过 正常的法律手续 进入美国 那么法庭的介入呢 就引起了 反华势力的不满 他们将设在 加州的联邦法庭 称之为 人身保护令 公查 对法官 也经常进行 指明道性的攻击 那么法官 也为自己的决定辩护 这段期间 主要有两种人 申请人身保护令 一种是回美的劳工 另一种呢 是以商人的身份 要求入境的华人 前一种 往往持有 劳工回美证 或者提供了 两名华人证人 证明申请者 以前是住在美国的 法官声称 他们是看到了 令人满意的证据之后 才批准申请者入境的 这些证据 包括劳工回美证 和证词 会让任何 有正直和无偏见的 有思想的人 觉得可信 至于那些 声称是商人的申请者 他们持有中国方面 发出的证明 说他们是商人 由于排华法案 只排除劳工 商人不受限制 而且呢 他们又手持证明 因此法庭没有办法 否定他们的申请 除非一名官员 能够提出反证 说这些人不是商人 而这种反证 往往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法官辩称 他们放华人商人入境 是因为海关官员 提不出有力的 反驳华人的证据 那么针对那些 法庭受华人欺骗的指控 法官辩解说 那些欺骗性的案件 数量很少 他们也指出 根据宪法精神 在很多情况下 除了释放华人之外 没有其他的办法 一位法官 曾经从宪法制度的角度 来说明 他说 根据美国的宪法和法律 华人和其他人一样 有权享受 法律面前的平等 这包括在法庭上 提供证据的权利 华人因此是合格的证人 如果证词一致 而没有和其他的证据 产生矛盾 仅仅因为他是华人提供的理由 而被拒绝 这就会违背 甚至是触犯了美国的宪法和法律 他应该得到那些 致力于维护司法独立 和司法公正的人士的反对 可是法官的这些解释 在当时 很少有人能够听得到 因为舆论上 都是反华的声音 而正确的 反映事实的 具体的移民统计数字 掌握在官方的手里 官方呢 是不会出来 和当时社会上 非常强大的反华舆论 进行较量的 那么很多人 受舆论的影响 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 所以说呢 当时美国 社会上的 强大的反华舆论 为进一步的排华措施 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那个时候 美国社会 反华舆论 甚嚣沉上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排华运动 有着进一步的目标和打算 他们是为了 新一轮的排华法案 做准备 按照他们的打算 排华运动的下一个目标 就不是限制和管理 华人移民 因为这个目标 已经达到了 这并没有让他们满意 他们的要求 是更加严厉的法案 而真正的对象 是那些 已经在美国的华人 在反华分子 发表的言论中 华人社区 在美国的存在 就被视之为 是一种邪恶 必须被清除 比如 1885年到1886年间 俄亥俄州的参议员 谢尔曼 尽管在1882年 对排华法案 投了反对票 但他多次 给国会施加压力 想要完全禁止 华人移民 1885年 谢尔曼曾经试图否认 排华法案 是种族主义的表现 他宣称 排华法案 不是基于种族 和肤色的理由通过的 而是因为华人 是在契约劳工的约束下 以奴隶的身份来美国 同我们的自由劳工竞争 可是到了1886年 谢尔曼的说法 就发生了改变 他说 华人在美国的存在 是对我们的侵犯 危害了我们的公共政策 降低我们劳工的价值 伤害我们的人民 并点违反了 我们的道德标准 他还宣称 为了美国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现在到了 必须实行排华的时候 那么要实行全面排华 中美条约首先就是一个障碍 这个条约规定 美国可以短期暂停华人移民 但不能绝对或者是永久的禁止 而且已经在美国的华人 必须被允许自由的出入美国 那么美国国会 正向华盛顿邮报指出的 不能够单方面终止一个条约 反华势力于是就制造舆论 要求修改同中国的条约 和排华法案 以便彻底的停止华人移民 报纸上出现了大量的文章 要求实行对华人的绝对排斥 1888年出版的一本书 发出了这样的呼吁 政府应该用所有的权力 来停止华人向我国的移民 而且把华人从我们的领土上 清除出去 再也不能有丝毫的耽搁 那么也有人提出 将已经发出的 华人劳工回美证废除 这样就可以把当时留在中国的两万多名华人老公 彻底的排斥在美国的境外 这段时期 排华暴动不断的发生 而且迅速扩散到美国很多的地区 1885年 加州洪宝泽县的全部华人 因为排华暴动被驱逐 同一年呢 爱德河州的一名白人商人被杀 五名华人被怀疑为凶手 没有经过审判 就被暴徒吊死了 在俄勒冈州 罗士顿府街的金矿 有十多名华人矿工 1887年4月初 这些华人全部被伤 尸体顺和漂流 在华盛顿州 1885年9月和10月 多处地方发生了暴动 比如说10月3日 达克马市就有数百名华人被驱逐 被迫呢 躲进到山林中 华人居住的街道被彻底分毁 1886年2月7日 西雅图的反华暴徒 突然袭击了唐人街 迫使全部华人 逃往了港口的轮船上 160多名华人乘船 逃往了旧金山 剩下的人呢 在民团的护送下 返回唐人街 途中再次遭遇到暴徒的劫机 后来因为是军队赶到 军队开枪 打死了一名暴徒 打伤了三名暴徒 暴动分子 这才撤退 那么最著名的是1885年 华盛明州的十全暴动 根据华人受害者 向清政府驻纽约总领事馆 发出的申诉书 十全暴动的起因 是华人不同白人劳工合作 白人劳工多次向华人联系 要求配合进行罢工行动 逼迫厂方增加所有工人的工资 但是华人工人认为 他们受雇的公司主管 对他们的态度不坏 华人得到了和白人同样的待遇和工资 所以不忍心用罢工的方式对付厂方 他们拒绝和白人工人一起罢工 这就种下了祸根 9月20日清晨 150多名白人暴徒 就攻打了华人的居住区 杀死了28人 打伤了15人 造成了大约是15万美金的财产损失 根据当时清政府 中美公使张言恒的估计 1885年到1886年 各地排华的暴动 使得超过50名华人丧生 经济损失达到了2500万美金 但是没有听说 任何一名凶手得到了惩罚 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位被军队打死的暴徒 排华议员也组织向国会直接诉求的活动 1886年6月28日 加州的众议员莫洛向国会提交了一份 有5万加州人签名的呼吁书 要求国会通过法律 绝对的和永久的禁止华人登上美国的土地 在当时美国国内民众强大的压力下 美国国会终于顺理成章的 通过了臭名昭著的1888年斯考特法案 这是排华分子的巨大胜利 这个法案不但对排华法案的一些定义和范围 做了很多新的解释 以致使得华人劳工来美的限制 变得非常的清楚和明确 而且呢 单方面的宣布 废除了华人劳工回美政 而这个新的法案 它对于华人的直接影响是非常严重 尤其是关于回美政的规定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我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